记者刘冰全南投报道,现已乡农会旗下金鸡母梅子梦工厂,自2008年与国片海角7号合作,推出马拉桑酒品一炮而鸿后,每年梅子梦工厂营收屡屡破亿,坎称全国农会体系中数一数二的获利标杆,幕后推手主总干事黄志辉充分授权,关键人物首推梦工厂厂长张胜正, 而张在农会服务30年后,决定于5月底正式退休,令农会同仁相当不舍 张胜正于信义乡农会资历已30年,担任梅子梦工厂食品加工与营销工作长达27年,在农会于921大地震后成立酒庄,成为信义乡旅游轴限量点后,业绩渐入佳境 关键转列点则是2008年与国片海角7号合作,评级马拉桑打响农会与酒类品牌,之后又与农会同仁陆续打造出多款敞销酒品,以及充满话题的梅子加工品,年营收便从2008年前的三、四千万元水准, 一举月升成为连十年营收破亿的农会金鸡母,堪称全国农会界的著名模范张胜正表示,梅子梦工厂是国内农会展售中心的龙头,感谢过去农会高层授权,让它与食品厂伙伴一起打盘,所有的成就归功于大家的努力,其中优秀干部与年轻心血发挥创意, 才能营造出快乐工作,尽情发挥的工作环境,进而携手创造营收记录,虽然退休在即,但仍免力后尽放手去做,未来继续为农会,农民与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与农特产品。